随着传统文化流逝 原住民族教育越显重要 其中大专院校也纷纷设立原住民专班 让原住民大专生除了家常专业科目之外 同时培养基本文化涵养 不过就有学者指出原住民专班 在大专院校的处境经常是被边缘化 甚至有学校出现教育部补助 原住民专班学生的学杂费用 并未专款专用 导致原住民专班教学发展受限 看起来很多的学校 只愿意透过设立专班 然后收了学生 可是不愿意为这个专班 那么另外再多聘几位专属的老师 或者是助理 原民会那年那个学校 最高大概20到30万左右的经费 甚至特定的学校所设立的专班 都还有可能有300万的补助 教育部也不断 跟各个设有原民专班的学校进行宣导 可以在它定届大学计划 教学作业计划 把专班经费的学秀就直接把它放在里面 知道民族系主任王雅萍指出 多数原住民专班 并没有专属的师资与行政人员 因为学校并没有把教育部提供的学杂费补助 运用在原住民专班相关业务 除了经费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多的专班都有反应的 就是师资源而不够 整个的政府的配套测试不足 非常强烈建议教育部应该有一个专管单位 不能够只有审查那个专班而已 应该是开办之后要列续 列后续的追踪跟辅导方式 由于过去大专院校招收原住民学生 学杂费减免部分 必须由校务基金去吸收原住民学生的学杂费 但目前已经改由教育部全额补贴 原住民学生的学杂费用 学者指出大专院校设立原住民专班 以公立学校来说 每收一名族人学生 大约可收五万元学费 私立学校大约有十万元学费 若一个年级有四十位学生 公立学校每年可有七到八百万的学费收入 私立则是公立的两倍以上 对学者的呼吁教育部也回应 将会要求校方专款专用 将来教育部围补国立大学 有关于原住民学生的学杂费的 奖助等补助款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要求学校能够 使用在原住民专班 或是向原住民资源中心专款专用 至于原住民专班师资聘用的部分 教育部也回应可透过申请提出需求 原住民专班林立 各校都有说不出的难处 学者希望大专院校成立专班 不应只是收了学生却不经营 应该拿出诚意提供完善的 原住民族教育 保障学生的受教权益 记者乌玛徐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